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TAS老师说第二季的节目 那今天各位安排的主题是 董事长谈永续金融 我是英国标准协会东北亚区总经理普苏慎 目前也担任TAS台湾永续供应链协会副理事长 我们希望借由协会的平台 来推广跟宣导台湾供应链系列的永续观念 然后也提升竞争力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金融研训院 吴忠苏董事长帮我们开讲 我们都知道吴董事长是非常知名的经济学者 从中央研究院到各大学任教荣誉教授 一直到中华经济研究院 目前在我们金融研训院来指导我们 那不管过去在教学的经验 还有研究学者 还有行政管理的能力 都是为我们台湾贡献非常非常之大 那我是不是先请吴董事长跟我们打声招呼 吴董事长 吴总经理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硬要参加TAS老师奖这个节目 非常高兴跟各位观众分享有关于永续金融的我个人非常粗浅的观点 我们知道说在所谓的绿色金融在1970年代欧盟早就已经有这个观点 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说很普遍的流行 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对整个气候变迁这些议题还不是那么的重视 但是随着异常气候的频繁出现 各国政府对地球暖化以及气候调试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视 那绿色金融的这个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 那为什么绿色金融被受到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说金融就像这个企业的血脉一样 是 它是一个支撑企业运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你的那个企业运作通常投融师一定是跟金融机构来辅导 或者他去直接的跟社会大众来投资 那金融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绿色金融是达成这个我们希望说绿色会永续的概念 这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组成 那随着这个全球呢 这个虽然说大家对绿色金融慢慢的琢磨了 可是呢在观念上似乎觉得说好像不够 就说只是谈简单简单好像过于狭隘 所以慢慢的把观念呢就迈向永续 永续就是它就是不只是关心这个环境 还是社会甚至是这个治理这方面的 希望以这种来循环的life cycle的方式来探讨这个整个企业的活动 所以呢在我们也知道联合国呢在2015年呢就有17项的永续的这个目标的建立 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关于2016年这个法理协议的签订 更使各国呢对于这种不管是整体环境啊 或者是整体这个企业要怎么commit 要怎么样去节能检探议师傅都是越来越这个严格 而且是无步骤在进行啊 是 那我们台湾也不落了后来在这个行动方面 我们在行政院的话2018年它就是没有永续的发展目标 那金融反馈呢在2017年的时候 它就绿色金融行动发展1.0出现 那去年的8月更推动绿色金融2.0 那这有什么差异 绿色金融行动发展1.0主要是 谈节能简单 如何上绿色债券发展的时候 还有这个银行在永织的时候怎么遵述这些产业 要助于这个节能检探这些相关的措施 可是在这个期间执行下 随着国际越来越重视这个有趣的概念 我们这个金管会认知到说 这个光是这个环境这个层面是不够的 刚才提到一个扩充到这个社会的层面 社会的公平的一些议题 还有就是Govins这个治理方面 同时治理这些相关的议题 那这样子就等于是说更加的完善 让这个步骤能够符合国际的这个发展趋势 也希望整个我们台湾的产业跟经济活动 能够真正的迈入真正的节能检探 不是被是有点嫖绿的这种形态 那我们院也是很荣幸的 我们在这个今年年初开始 在金管会还有环保署的这个指导下 我们跟中华经济研究院 是策略的就共同的来延宁 这个永续这个分类标准 台湾的永续分类标准 那为什么要拟定这个分类标准 因为一个经济活动你说都用叙述性的 或者是说比较偷样性的 像金融机构也很难去执行 是 然后企业也是比较物理看法 就觉得就这样就够了 没有个客观的标准 他认为他做的很好 或者是他认为这样子就不错了 也没有国际的到底这个趋势发展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定定永续分类标准 非常重要 恰巧的是欧盟刚好在去年2020年 就已经初步完成它的欧盟的永续分类标准 我们主要的概念就延续欧盟的这种概念 因为它的它跟其他国家的或地区的发展 比较好的地方 它就是比较明确 所以不管是步骤上 或者是认定标准上 这些参数字 都有很客观的一个意见 好 那我们觉得说越客观越好 避免太犹豫益形式或者是比较抽象 所以就沿用欧盟的标准 但是在沿用的时候 大概有几方面要注意到 第一个就是台湾毕竟我们的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阶段是跟欧盟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如何接地其实很重要 我这些参数值不能高高挂在那边 然后大家都不适用 这个也是治安难行 但是如何又要带引领的作用 一定那个标准在那边 某些企业正在符合 而且中小企业能够慢慢的来学习成长 根据规范来走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尤其台湾中小企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能说只看到大企业 不看中小企业 所以在你一定标准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如何把这个标准的在地化 或者是符合地方的特色 能够拿这个地方相关的产业能够一选 尤其是金融 最重要的是金融业 能够很容易的去上手 而且愿意一起参与去投票 第二层面就是欧盟的分类标准 目前还是在眼镜中 它的很多标准还是在空白在哪边 那我们不能等欧盟的 等你完全settle了 我才来慢慢的来学习 更何况它的考量跟我们不太一样 例如说我们讲几个例子 我们在制造业方面 我们半导体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的分类标准 我们就会把半导体挪出来 当作一个经济活动来看 第二个就像我们前日在讨论的运输方面 在欧盟地区空运是很重要的 但台湾除了空运以外 我们港口也很重要 我们有六个重要港口 我们不能说欧盟不规范 我们的港口就不规范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要规范 但是我们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欧盟应该发展比较早 它的相关资料不很健全 所以它要严定一个标准 它有比较客观的依据 但台湾因为起步比较慢 我们相关的资料真的是不太够 所以在怎么样在这种资料有限 这个的限制下 我们要填这些空白的地方 刚才讲我们还在进步中 所以它这个有些地方都还是空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填空 而且这个填空是一个务实的 要符合我们的特色 然后又是能够有所依据 这个是第二个大挑战 那第三个大挑战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华硅 有时候是以租管单位 因为欧盟的这个分裂 它是以经济活动 不像说存财 但是这个经济活动 大概你以后的程度是怎么样 那后来制定这个标准 台湾是经济活动可能跨好几个部位 在监管这个经济活动 所以有些规范它是散落在各个部门 那要怎么样把已经既有的 或国际已经发展 有相关的规范 跟台湾的规范融合起来 变成一个比较一致性的 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标准 我比较没有意义 不要说制定的标准 这个大家都有话说 说这个 地方都是这个 哈哈哈 不符合环保 或是你这个 跟什么 内政部有一点不一致 这样子可能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定立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跨过位的这些规范 能够加以整合 那变成一个大家比较一致性 可以遵循的这个规范 那总结来看的话是这样 尽管这个 尽管这个 说实在的 这个工作 不是太劳力 我想您在业界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 要满足很多方的需求 我们是有它的难度 但我们总觉得是说 万般起头来 先把这个妙前建起来 那让社会大众有所 先有所移规 然后让这些金融机构 能够执行这相关的规范 我们在轨动式的 来管理 而且阶段式的 我们并不要求说 好高五年一步到位 但是呢 在阶段性中 要看哪一年大概是怎么样 哪一年是怎么样 我们这种规范 是以滚动式的管理来达成 我相信呢 社会应该是接受度 会更高一点 那我们可能要跟 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说 现在不是我们 被动就没有事了 我们知道说 世界很多国家 因为是我们隔壁的马来西 都非常积极的 在这个从事这方面 改善 我们是制造业的大口 出口非常重要 尤其是欧文地区 非常重要的市场 在欧文地区 出口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趋势 让它好像看起来是压力 变成我们的优势 因为据我们的初步的了解的话 我们台湾事实上在直接排放上 或者很多这个永续的这种管理上 很多企业已经琢磨很深 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们不要说没有这个信息 但我们希望的是更伟整体面的 这不是说只有比较少数的企业 或团体重视者 而是大家很有心的把这个永续 去循环这个概念 能够把它长长久久推动起来 让台湾真正成为一个能能成现的报道 是 非常谢谢吴董事长 这么详细分这么多层次 尤其在欧盟还没有定出这样的永续分类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来做这么困难的事情 我相信对台湾的金融业 还有所有的公益业的企业 都是非常有帮助 其实在这次专访之前 我们有先拜会吴董事长 吴董事长对TAS协会有一个奇面 我一直放在心里面 吴董事长说 我们人生命有限 我们必须要有利用时间 发挥我们的效应 做出有用的事 这个非常非常受用 那各位都知道 现在全世界气候变迁的挑战非常大 我们有两个非常大的坎 第一个坎是2030 正如董事长刚才讲的 SDGs的17项目标 还有联合国报告里面说的全球暖化大线 它的daylight全部都是2030 还有最近所有议题 不管票率、碳中和、净银排放 全球也定出目标了 2050年要实现 那我们在永续金融的路上 如果永续金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推手 去帮助产业界潜着一些因应 否则将来等到全世界开始科 所谓的探税 所谓的探权 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下子会暴增 那这个时候对金融受信来讲 很多做得不好的企业 可能就会拖累到整个金融的发展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永续分类标准 能够赶快出来帮助我们台湾的企业 还有台湾的永续金融继续往前迈进一步 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吴董事长 也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内容 那我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吴董事长谢谢 谢谢各位